哈囉大家好,我是YG 今天是弓箭基礎教學的最後一張第三張 我自己在當初學弓箭的時候 很常會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弓箭的種類分成哪一些 他們各自有什麼樣的優勢 以及我該怎麼選擇用哪一種弓箭 打哪一隻魔物呢 相信蠻多新手也會有這些疑問的 那這邊就整理給大家 那最後我也會稍微去教各位 瓶子要怎麼帶 要怎麼去調和 以及怎樣切換瓶子會比較有效率 那這支影片相較於前兩隻 弓箭基礎操作和耐力控制會比較簡單一點 各位可以邊吃爆米花配可樂 輕輕鬆鬆地看解說 那一樣影片開始前 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 還沒訂閱還有看起小鈴鐺的人 記得打開才不會錯過 那前兩支影片我會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幫我去看看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吧 Let's go 那弓箭的類型就分成三種 分別是連射、擴散、貫通弓 通常我要知道一把弓箭主要是打什麼彈藥 我會看它的蓄三蓄勢是什麼 畢竟之前說過嘛 我們的弓箭輸出都是維持在蓄勢去輸出的 同時也要看在蓄三蓄勢的箭種等級去判斷 通常這三種箭最高的LB都可以到LB5 不同等級下傷害KID數與動作值會有所不同 這個等等分別介紹彈種的時候我會詳細解說 那首先是連射弓 連射弓它算是一個最泛用的彈種 它的攻擊距離適中 並且射出的箭也比較集中 集中是什麼意思呢? 我以這張精美示意圖讓各位一目了然 連射就是集中乘速往前射 散彈就是扇形 基本上連射弓只要你有打在弱點上 傷害都是很可觀的 那接下來就來說出連射的等級分別有什麼差別吧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張表 後面那些數據新手看不懂也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問題的 各位只要知道連射劍LB越高 它的射出的劍數就越高 最高是到達四隻劍 同時LB越高傷害也會越高 所以我們在選擇連射弓的時候 會希望敘事可以看到最高的連射LB 那這把就很適合打連射 除此之外使用連射弓還需要 注意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射神靠太近 是會有傷害下降的懲罰 我們要看就是準心那個圈圈 如果有兩個圈圈或是有橘色 那就代表就是最適當的距離 也就是傷害最大化的距離 這點在實戰中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適當的去調整 和魔物之間的距離 那接下來是擴散弓 那接下來是擴散弓 擴散弓的攻擊方向跟連射弓不同 它是屬於扇形的攻擊模式 基本上就與輕重弩的閃彈 或是遊戲中很常聽見的閃彈槍是一樣的 很明顯它閃彈的設定就是距離一定要夠近 才會有高輸出 同時跟連射貫通不同的是 它沒有靠太近的傷害降低懲罰 那一樣我們來看看擴散弓的LB 最重要的地方是在LB3到LB5 是可以打出5隻劍的 比連射弓多了1隻劍 所以假設你的每發劍都可以打到弱點狀況下 擴散弓的輸出是遠遠超過連射弓的 那我們要如何去選擇使用擴散弓還是連射弓呢 通常我選擇擴散弓是在魔物弱點 在於頭部的時候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鎖頭打 同時如果你有帶鋼色絕的話 就能多出昏絕效果 像我前陣子打的首領雷當龍就是用擴散弓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我放的右上角資訊卡 那雖然說擴散弓的傷害很高 但相對的它的操作性也很高 要玩擴散弓你必須在極近的距離去鎖頭打 打點困難度我個人是覺得比另外兩種彈種都還要難 再來就是玩擴散弓幾乎要很會使用GP 因為擴散距離短 相對的魔物攻擊你給你的反應時間也很短 所謂的假遠程增進戰 指的就是擴散弓 所以各位看我的收音雷當龍 那個2分出的成績 真的也是我練了很久才打出來的 沒有說我那麼省打個幾個小時就會了 最後是介紹貫通弓 貫通弓從Lv1到Lv5都是一隻劍 千軍萬馬來相見 只不過一隻劍最多可以到達6HIT結束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打的魔物身體他越長 輸出就會越高 所以我們玩貫通弓 通常都是打那種身體長的魔物 像是風神雷神收斂角龍 打下去的傷害都是很可觀的 只不過打的時候你的角度很重要 例如說從頭灌到尾身體最長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打到最高的HIT 那貫通弓他算是3個彈種中 有效距離最長的彈種 但同時他也有太近造成的傷害下降懲罰 這點也是需要多多留意的 那右上角資訊卡 我又放打手心角龍的影片 歡迎各位去參考 OK那我們來對這3個彈種做一個總結 連射弓他最泛用 基本上也是新手入門 推薦可以去使用的弓箭 而且他可以追著魔物的弱點打 擴散弓他操作性比較高 並且他算是一個近戰武器 比較適合打弱點在頭部的魔物 那貫通弓他瞄準比較簡單 只不過就是要選擇好瞄準的角度 適用於狹長型的魔物 那這邊說無視風凱火凱的意思是指 炎王龍還有鋼龍這兩隻魔物 在風火凱的效果下 除了弱點部位以外 但屬性的傷害都會無視掉 但是貫通是可以打破這個規則的 所以也很常看到弓箭手會拿貫通去打鋼龍 那接下來來說說關於瓶子的姿勢 目前最常用的瓶子 是強擊瓶、麻痺瓶 以及無限倡移的階階瓶 如果弓箭不裝瓶子 那麼傷害就會很難看 所以建議各位至少要裝上階階瓶 可以提升攻擊力 但是階級瓶它有個缺點 那就是最大有效射程會減少 它是犧牲掉距離來提高近戰的傷害 所以就算你是貫通箭 距離也不能太遠 否則它就會有傷害降低的懲罰 那另一個常用的瓶子是強擊瓶 用途是提高物理傷害的1.5倍 最高上限可以帶50個 另外各位記得帶爆炸菇和瓶子 這樣算上調和就可以最多帶70個強擊瓶 所以在你外出的時候你的道具欄中要有爆炸菇 還有瓶子 瓶子也可以帶上你這一把可以打 並且也是你想打的瓶子 那我通常都是只會帶我的麻痺瓶還有搶擊瓶 那另外其他都是一些控場的瓶子 上限都是20個 打團戰都不錯用可以拿來控場 所以才有人說弓箭它也是一個可以控場的武器 那每把弓都可以打階級瓶的 那打什麼控場瓶也是要在武器面板中看的才知道 不過有些是不能打強擊瓶的 例如說迅龍弓 這點各位還需要多多去留意一下 所以身為一個弓箭手 我們就必須在潛水艇調和爆炸菇 來製作強擊瓶 不過所有瓶子都是可以在商店買得到的 教各位一個可以快速買到9999瓶子的小技巧 各位可以點開瓶子之後 直接按一下方向鍵下 就可以直接購買最大值了 那最後有一個換瓶子的小技巧 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預設在換瓶的時候 是先按住L 然後按X還有B 向上向下調整要用的瓶子 喔對了這邊講個題外話 有個技能叫做裝填速度 弓箭手們記得要裝兩個早填 這樣才可以在切換的時候 同時自動裝瓶 不用再按X然後去裝填一次 OK那回到正題 應該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要同時用兩隻手去按 來切換瓶子 還蠻麻煩的 所以這邊就給各位一個小技巧 請去設定那邊點操控 往下找 各位可以找到一個加號的設定 然後把它調成道具視窗 這樣我們在使用手把左下角的上下左右鍵 上下就會直接切換瓶子 左右則是會切換你的道具欄 這也不需要按住L做切換 然後你可以把L加ABXY的操作 改成動作快捷鍵 這樣原本在道具欄左邊的動作快捷鍵 才可以繼續使用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相信這些問題 都是新手們常常會有疑惑的問題 也不要忘記 弓箭它是一門大學問 如果真的想要學好它 也把我前兩支影片看一下吧 看看光是一個弓箭 我就做了三集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個讚 不喜歡的話也記得幫我按個Dislike 喜歡我的頻道 想看更多的朋友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任何不懂的 或是有其他建議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Bye Bye OH! G- 炭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